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将取消给外国居民的不公正税收优惠 高级部长声称大规模移民飓风即将来袭英国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面临职位投票 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卷入枪战的科索沃塞尔维亚党副领导人 美国参议员审查TikTok聘用字节跳动高管的情况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将取消给外国居民的不公正税收优惠 未报 根据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的说法 葡萄牙将在2024年关闭针对外国居民的税收优惠计划 这个被称为非常住居民的计划于2009年引入 旨在吸引投资者和专业人士在金融危机期间来到葡萄牙 根据该计划 每年在葡萄牙居住超过183天的居民 可以享受来自高附加值活动的葡萄牙来源收入的特殊20%税率 该计划被指责为推高了该国的房价 导致了对飙升的租金和房价的抗议 高级部长声称大规模移民飓风即将来袭英国 未报 英国内政大臣苏埃拉·布拉弗曼在保守党年度大会上发表讲话 警告了大规模移民的飓风 并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奢侈信仰 布拉弗曼呼吁将人权法案改名为刑事权利法案 声称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 英国将变得觉醒 他还讨论了性犯罪者改变身份的权利 并为一位有争议的保守党市长候选人辩护 该候选人声称犹太人对伦敦市长萨迪克 汉的回归感到恐惧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面临职位投票 德国之声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面临是否被罢免的投票 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提出了废除议长职位的动议 指责麦卡锡为民主党和总统乔·拜登工作 而不是为自己的党派 麦卡锡作为一个愿意与拜登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人 这可能对他有利 因为民主党可能决定支持他或者弃权 麦卡锡在众议院只有微弱的多数 这意味着失去五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 可能会使他的职位岌岌可危 贝尔格莱德警方逮捕卷入枪战的科索沃塞尔维亚党副领导人 为报 塞尔维亚警方逮捕了一名科索沃塞尔维亚政治家 他承认是一支与科索沃安全部队发生枪战并导致四人死亡的准军事组织的成员 科索沃议会主席格劳克·孔尤夫卡表示 塞尔维亚试图破坏科索沃的稳定 并呼吁欧盟进行干预 成千上万名塞尔维亚军队曾部署到科索沃边境 但在美国威胁实施制裁后撤离 美国参议员审查TikTok聘用字节跳动高管的情况 路透社 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马莎·布莱克本 正在调查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高级主管 最近被短视频分享应用TikTok聘用的情况 参议员们对TikTok运营的独立性 和其美国用户信息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TikTok尚未回复这封信 该应用被超过1.51美国人使用 并应对中国政府影响的担忧 而面临全国禁令的呼吁 给拜登政府新的禁止TikTok权力的努力 在国会中陷入停滞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几则新闻 葡萄牙将取消对外国居民的税收优惠 英国内政大臣发表演讲警告大规模移民 美国众议院议长面临罢免投票 塞尔维亚警方逮捕卷入枪战的科索沃政治家 以及美国参议院对TikTok聘用字节跳动高管的调查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葡萄牙的情况 葡萄牙计划在2024年 取消对外国居民的税收优惠 这个计划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议 虽然这个计划在金融危机期间吸引了一些投资者和专业人士 但也被指责为推高了房价 导致租金和房价的上涨 或许这个决定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好消息 但对于那些受惠于这优惠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 接下来是英国的新闻 内政大臣在保守党年度大会上发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演讲 警告了大规模移民的飓风 并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奢侈信仰 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因为演讲中提到了一位有争议的保守党市长候选人 对伦敦市长的恐惧 这种言论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分裂 并引起更多的争议和讨论 在美国 众议院议长面临着被罢免的投票 这对于美国政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因为这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议长的职位在众议院的权力分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这次投票的结果将对未来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塞尔维亚 警方逮捕了一名卷入枪战的政治家 这表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 并且可能对该地区的稳定产生影响 这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欧盟是否应该干预的讨论 这场枪战可能会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关系产生长期的影响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TikTok的 美国参议院正在调查TikTok聘用字节跳动高管的情况 并对其独立性和使用者数据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TikTok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应用程序 但由于涉及到中国政府的问题 它一直面临着被禁止的风险 这次调查将对TikTok在美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我们从葡萄牙到英国 再到美国和塞尔维亚 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国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些挑战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或疑问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